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在下一城 宣佈一系列的新措施 其中兩項就是成立少數族裔關愛隊 以及是增設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服務中心 在這裡我很開心宣佈 八至少數族裔的關愛隊在今天是正式成立 強化我們全港現有的八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的服務 這些專職專責的關愛隊 是將會跟少數族裔人士保持緊密的聯繫 包括上門探訪 除了向他們發放政府最新的訊息之外 更重要就是主動了解他們的需要 向他們提供所需要的服務 並且因應情況轉介至相關的部門或者機構去跟進 同時特區政府也是全力推進 增設兩間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服務中心的工作 兩間中心分別位於九龍中和新界東 我們預計在今年的年底會開始啟用 到時多兩支的少數族裔關愛隊也會投入服務 屆時我們一共有十間支援服務中心 將會涵蓋全港少數族裔人士最主要聚居的地方 我們希望所有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朋友 都會視香港為你們的家 在這裡進展所長成就夢想 明明星期五三部門 是否這個腦袋 在庭教室的地方 這個腦袋要照顧 在庭教室裔陽 都在庭教室裔智寺